中学民朋友今天放榜 大约四成二人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四个人考获七科五星星 分别来自三间中学 黄引书院和德望学校各有一个人 圣保罗男女中学就有两个状元 在深水埗一间中学 学生早上回到学校取成绩单 有家长辈和子女一起迎接放榜 今年有大约42,000多个日校考生 应考中学民朋友 大约17,400人考获符合本地大学入学要求 即是中、英、数、通式核心科 考获至少3322 介入科至少二级的选修科成绩 放榜之后 考生可以在星期四至星期六 在指定时段去到大学联招网站 修改课程选择 而联招结果将会在下个月9日公布 有考生说放榜之后松一口气 Bestfire是31分 入到自己想入课 都问心无愧 Plast Saver基本上DSE这么多届都粗了 补习也有补2、3课 花的时间当然比学校考试多很多 所以最终考到成绩都应该符合付出 松一口气 因为始终你放摩之前 都不会知道可能无端端有一科失手 不过最终都大步难过 不错 都有理想的成绩 当然可以做好一点 上课的时间当然是少了 但是都是靠自己 自己要努力更多一些集 上课 其实只要 比如说上网科的时候 自己多用心思 就不要学习某些人 输了去其他地方 走去打机 其实都OK的 是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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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